天啊 偶像竟然也有叛逆的一面 小美為什麼她難相處 因為我覺得她還在 你們怎麼不是會 挑戰 為什麼兩個有床氣 好多屁股喔 最白那個 好不習慣喔 有沒有做防護措施啊 有稍微用襪子包起來 常常會譬如說一趟跑完 地上會有很多襪子 因為以前參加熱舞社 對 然後我也是會去中間經驗堂 跳舞然後 沒有 然後拿那個 一群人拿那個radio在捷運上面放 然後坐在地上 你以前熱舞社會跳哪一種舞 就HIPHOP LUCKY 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是硬的 是硬的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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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看到一堆肉 是前面的 像那時候我在班上做到31號 然後我喜歡女生是11號 我只要不好看表11點3 我說都 怎麼可以這麼幼稚啊 真的假的 我以前喜歡的是13號 然後我31號 然後只要比如說13點31分 就會 對 我覺得這個數字怎麼看不太好奇 看一看姐妹掏心話 這個 其實我們常常在路上呢 看到很多人嘛 然後就覺得說 這個人看起來好有氣質喔 或這個人看起來氣質不錯耶 看起來很有修煙耶 真的 那常常都是騙人的 你幹嘛嚇得到 不是 大自然都是真的吧 對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很多這個有氣質的現在 可能他學生時代 也做過很多叛逆的事情 不過他曾經以前也是 比如說是小流氓啊 然後後來可能改過自新啊 我也是說決定人生改變道路 你現在是說自己嗎 沒有 我一直都是呈現這樣 但是軒姐 妳在學生時代 做過叛逆的事情嗎 我這次講起來好像很遜耶 因為那時候就是 最多最多就是感覺 好像違規一點點 學校的規定 就好像很叛逆 那時候裙子一定有改短 沒有 怎麼可能 我的裙子一定要過稀的好不好 妳這什麼年代 所以現在看到那些學妹都比短 然後那個衣服都拉到外面來 都覺得在我們那個年代 感覺就是壞學生 真的喔 真的 我以前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女生 然後他永遠都是 因為我們制服是白 女生制服是白色的 高中的時候 他每次都穿各種彩色的內衣 然後有一次我在路上 我就大概一個月前碰到他 在路上 然後突然我就叫說 欸 你就是彩色內衣 然後他 他傻眼 你叫我嗎 我說對啊 你就是 然後後來我們才相認 那他有承認他當時是故意穿彩色的 一定是故意的 你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在想 這是他自己的小小叛逆 因為我以前是樂隊嘛 然後那時候我們有時候 我們那一屆剛好就是代表台北市去夏威夷比賽 所以我們那一屆就受到很多的領域 然後有一次的月考就沒考 後來到高三之後 其實應該第二天要準備模擬考 可是我還是在裝忙 就是假裝很忙 在那個樂器室裡面 然後教學妹啊什麼的 對 那已經是我做過最叛逆的 好弱 好弱 所以我就是很遜啊 對 你在那邊裝忙 這是你人生最叛逆的事情 對啊 大家都很認真在考試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還在那裡教學 好 我還以為說你這樣子的氣質 是假出來的 原來是真的 好 但是 但是我們今天來了這一群這個 滿奇怪的劇組 因為他們裡面有 這個很多看起來是 有氣質的啦 帥氣的啦 那究竟他們以前呢 是不是像現在一樣有氣質呢 一起歡迎我們女朋友男朋友的劇組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 女朋友男朋友的主要演員 桂倫美 張孝全 鳳曉月 還有導演楊雅哲和丁寧 張舒豪 來談談年輕時的叛逆 不是 因為我對於他們現在 我不是很滿意他們現在的狀況 為什麼 你還滿意你現在的狀態嗎 我開心死了我 沒有啦 因為他們 他叛逆這樣 很叛逆 名字是怎樣 對不起 我看 什麼 名牌 名牌都不會亂疊 沒有啊 他們配合我們今天的主題講叛逆啊 我們聊一下你們這個電影啦 女朋友男朋友是一個什麼樣的電影呢 導演請說 導演請說啊 對啊 哲楊導演 對 哲楊導演請說 他後悔自己貼的那個名牌 要負責任啊 你不是 誰要給我來這一張 怎麼是應該放我看 因為導演都不會講 你不要以為我們製作人喜歡 你就可以這樣子 來 聊一下怎麼樣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純愛嗎 青春嗎 他其實不算純愛 也算純愛 有判例吧 對 然後他是跨越 在青春的愛情故事 來來 各位觀眾 我們有買票進戲院了 因為這個導演 他不會講他們自己的劇情 我代替導演跟大家道歉 女朋友男朋友呢 其實三位年輕人 他們從高中的時候 就在一個很壓抑的年代 然後他們想要衝撞學校的體制啊 搞一些叛逆啊 在學校操場上辦一場露天的舞會 把司令台炸掉這樣 等他們那個願望成真的時候呢 他們三個人的關係就改變了 有兩個人開始談戀愛 另外一個人變第三者 然後十幾年後 原來當年做的決定 有一個小小的幸福 在遠方等待著 哇 導演就是會講耶 所以導演應該是 所以導演應該想說 好厲害喔 真的搞亂大家了 好厲害喔 沒有 畢竟我拿過這家男主角 好厲害喔 不好暈喔 不過我們今天 因為今天談到這個叛逆喔 還是請各位這個白板準備一下 你們寫一下 在整個拍片過程中呢 你們覺得說 最難相處的人 最叛逆的人是誰 不要偷看人家的答案 最難相處的人 最難相處的人 周小月 Do you understand the... who is the... 你最...你最...不討厭的 真的... 難喔 謝謝 可以啦 他OK 你要嗎 他回你台語我跟你講 對啊 他很厲害 小美第一個寫完 好像...好像很多人都寫完了 對 你們不要... 不要超寫人的答案 他不會寫那個字 OK... OK...那我指著 多寫一點 好來 1 2 3 一起把答案翻出來好嗎 來 1 2 3 好 你看有字眼喔 導演得到3票 可以寫導演 謝謝導演 校淳你為什麼覺得是導演 導演他很... 叛逆啊 他有叛逆嗎 他看起來是長得乖臉啊 他怎麼沒有 你再看仔細一點 你看他的眼神 而且你知道會不會在看人啊 他有髮型是什麼嗎 他是鹹蛋超人頭耶 你知道鹹蛋超人頭耶 你怎麼變這樣子 尖尖的幹嘛 我現在是鹹蛋超人頭耶 但是現在比較正常一點 問題是丁寧你並不是寫導演啊 對 我寫小美 小美為什麼她難相處 因為我覺得她... 不是 她就比較... 我覺得她就比較鬼靈驚那一種啊 其實... 因為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戲並沒有在一起 然後但是你就可以 有時候發現 她一直在整他們兩個人 是 你們整就是會... 戲弄嗎 是這樣講嗎 調戲 調戲 真的好 對... 可是就是那種... 很像那種小孩子在玩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她應該是... 對 比較調皮的那一種 所以人不可冒險 其實我可以再加個秀美嗎 你... 你要... 為什麼... 你想到了是不是 對 我回憶都回來了 那趕快講一下 小美怎麼欺負你的 不是 他們其實... 一部分... 你可以講說是欺負 但其實也是幫忙 對 也是調戲 對... 她就是... 常常跟導演... 其實我們都會... 就是... 私底下有個隱藏版的劇情 但... 彼此都不知道 對... 然後... 小美的每次隊伍都會成功 然後我的... 都不太會成功 然後... 因為... 他們三個人... 四個人的演法都不一樣 所以在... 很多重要的... 轉折的戲 其實劇本都有寫 台詞也有寫 可是... 我會私下跟他們談 我只要... 呃... 告訴他們... 這場戲要到的那個目的地 可是中間的東西 我們是可以討論... 換掉台詞 或者說換掉動作的 那... 張曉全每一次都被... 桂倫美弄到哭這樣 因為他都不知道... 桂倫美出什麼招 他有做過什麼... 讓他... 就是真的直接哭出來的事情 有... 就是... 他怎麼會沒在現場啊 好氣勁 有一場戲 那... 其實... 在拍這部片的時候 很多場戲都... 讓... 讓我其實非常緊張 對... 那所以... 可能不是從當天就開始準備 可能從前一天就開始準備 對... 那場戲的... 情緒 那所以整個人已經完全就是... 鑽在裡面了 其實有點像在鑽牛角尖 那所以到現場 我完全不知道他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完全在自己的情緒裡面 就是很多嫉妒很多恨 然後他就用一個很溫柔的方式回應了 我就覺得... 我自己壞透了 好蛋 本來應該撕破臉了 他反而用很溫柔的方法 讓他很羞愧 對 這個這樣演就... 這個... 像對戲的會很痛苦吧 你讓演員完全自由發揮嗎 呃... 是先討論過 但是他們... 他們四個人演的戲 只有我知道他們... 到底要做什麼 到底要做什麼 那... 比較遜的那個... 招 我就先拍誰 那... 小悅... 小悅這次有被桂倫美調戲到嗎 對啊 是... 其實是有沒有... 我們... 因為你們兩個有床戲不是嗎 欸... 怎麼被... 是... 直接聊到這邊來 沒有... 其實... 因為... 其實這是我第一部回來畢業之後的一部長片嘛 所以就是自己會給自己一些壓力 然後自己給自己設一些規則 然後帶到現場去這樣子 然後各位這是我的規則這樣子 然後... 希望就是... 你可以包容我的規則這樣子 什麼規則啦 但是呢... 他們兩個就是會... 會破壞 比如說我... 在瑞戲在自己在那邊走戲的時候 又不知道走到哪裡去 然後開始... 好... 很緊張開始要拍戲了 然後突然開始他們就會開一些什麼 開一些笑話啊 然後講些什麼的 然後我就會... 好像就是還是要很嚴肅的... 不行... 我要跟住這樣的... 我要跟住就... 我有我的規則... 我有我的任務...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 所以小悅反而是比較... 按部就班 她自己有自己的一套邏輯跟規則 而且她非常認真 你知道我們在...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一個地方在等戲 然後我就發現她在拍戲... 只在練呼吸法耶 哇塞 對這個很酷 因為呼吸法是... 大部分是我們練瑜伽的人... 才會練的呼吸法 她有練瑜伽 她每天早上起來都要發生沒有戲 然後我就覺得... 那很酷 因為呼吸法非常的棒 我就覺得... 但都被大家破壞了 對... 因為那碰到其他幾個都演戲 都演很多部的啊 然後就快要鬧她這樣 好可憐喔 太放鬆了啦 但有沒有曾妮有幫到你 或是害到你的時候 有一場其實是... 我們在拍剃頭的戲 剃頭戲 然後那場只是... 我也是準備了很多 然後大家想說 好導演 這是我的規則這樣子 然後說 請你...請你過目這樣子 然後導演說 這邊換掉 那邊也換掉 然後這邊我們改一下 好 天啊 OK好 讓我處理 處理 呼吸法再走一次這樣子 結果她一轉頭 一轉頭 就看到我 小美就出現在攝影機旁邊這樣子 然後跟攝影師在那邊 嘿 然後開始... 小美開始剃了自己的頭 傻眼 然後我就... 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還在演還在演 然後... 你在拍的時候她在那邊鬧 正在roll的時候 其實是要鳳小月那個 哭笑不得的表情 但是她完全不知道 戲裡面桂倫美為了安慰她 會把自己的頭髮剃掉 她完全其實是不知道 她不知道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這個 只有攝影師跟... 好酷喔 哇塞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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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酷喔 真的很酷耶 所以小美在裡面也剃了喔 對 好酷喔 就是這個劇組 是讓你很安心的環境 你才會做出這樣的想法 哪裡安心 我覺得... 但這不是危機吧 怎樣對付你啊 我覺得對小美而言 自己本身 她是覺得很放鬆的狀態 對不對 對其實我很信任大家 那我很高興他們都把我接住了 對 這樣真的很酷 對 但是這個戲裡面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孝全聽說 你在裡面有裸奔的這個戲嘛 嗯 當時是真的裸奔嗎 嗯 其實我們有稍微 哇 稍微... 最白那個 好奇怪喔 哪一個哪一個 假的 最左邊的那個 最左邊後面那個很白的 走下腳很白那個 很白的 真的假的是你喔 你背部太白了吧 然後我覺得背影沒有性感耶 你們做防退措施啊 其實我們就是 前面有稍微用襪子包起來 哈哈哈哈 差不多還是短話 還有膠帶 那是小短襪 韓國那是小短襪 這好拖拔煉鋼的感覺 隱形襪 襪子 然後大力膠 然後還有膚色膠帶 天啊 天啊痛死了 所以其實... 很痛 然後因為我們是 從浴室跑出來 所以每一次重來 我們就要灑水 就身上就要灑水 然後每次一灑水膠帶啊 什麼就一直掉 一直掉一直掉 你們後來就覺得算了 乾脆也不用做 對其實到後來 因為常常會 譬如說一趟跑完 地上會有很多襪子 超屌的 所以到後來 很多人其實都拿掉了 對 然後就是拿課本啊 報紙啊 紙板啊 然後小臉盆這樣遮 裡面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裡面有男男接吻的戲嘛 對不對 那一場 他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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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件事要發生 對 我不知道 你還知道 他整個都被耍就對了 在整個那個劇情 就是被耍就對了 就是互耍 是一場遊戲 互耍的戲 所以是真的穩嗎 是 是 大概什麼樣子 可以重現一下 那感覺是 是身穩還是著一下 還是 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 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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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如果真的有痛 不然我們三個一起 好 大家就有 就是自己說出來 就這樣 然後就摸嘴唇 然後就這樣 就是這樣子嗎 媽媽 為什麼什麼東西 你說看有都髒髒 他真的都髒髒 有沒有 我有聽到嗎 有 因為摸的當下 我覺得輕真的還 那你看那是你摸耳朵好 摸耳朵怎麼摸他 他是那種 這樣子摸著然後這樣 有柔 那都借你 就是大概的耳朵是這樣子 他是這樣子的 然後揉一揉這樣子 我那瞬間 我們真的完全掉出來 你知道嗎 就感覺最生氣的就是說 其實你會覺得 一個人在摸我 可是 這個好像又有點舒服啊 就是這樣 我是誰是懷疑自己 對 就是這種很討厭的 你知道嗎 我們這邊用很多招 比如說我們怎麼會是這樣子 就是會這樣子 我發現你這樣 唉唷沒有 好可怕 好可怕 剛剛聊的是這個是戲啦 我們來聊真實的人生好了 人生中有沒有做過 你們覺得最叛逆 最厲害的事情 瘋狂的 這時候可能就是比較叛逆 然後比較愛玩一點 對啊 然後就是 可能學校有一些 不喜歡的同學啊 然後老師嘛 然後晚上就到學校去 然後就是做一點點的破壞 一點點 到底是什麼樣的程度 就 現在講都不好意思 對 這都過了那麼久了 畫對方的課本啊 對一定會 對啊 你會去偷吹別人那個 你幹嘛一直看他 會吐口水啊什麼 就那些嘛 然後抹鼻屎啊 對對對 你就幹這種事情 然後亂畫黑板 以前我還就是曾經是去那個 真的是 因為那個同學平常就愛欺負我 他是一個很高壯的人 那每次我對他欺負 然後我就真的有一次就是趁下課 然後大家都吵了之後 我都需要在位子尿尿 你一定會啊以前 好低級喔 你看看我每天都被他就是 推去撞牆壁這一種 然後就覺得說 那我一定要就是弄回去這樣子 後來呢結果是下場是什麼 結果後來就是他 根本他一看 他第二天到教室到學校 就發現臭臭 然後我就被他 弄得更慘 他叫我幫他洗桌子 你看是不是 就是沒有辦法 他就洗顏料 對啊 我想想說他怎麼聞得出來 是不是很厲害 就是導演他 導演你不要看他這樣 他其實平常 我覺得導演下來也是 嗯 以前大學的時候都會打工 然後在那個 有一個水上樂園這樣 那每一次 每年有人 有人要那個 當兵的時候 就會 就會受到大家的歡送 那那位救生員就會 在 遊樂園關門的時候 被 被大家把他的擁褲剝下來 然後裸體去滑滑道 而且是那種 會痛的那種滑道這樣 然後滑完滑道 可能輕則就是給他一個紙箱 讓他跑回辦公室 那還有更嚴重的就是 拿刮鬍刀跟刮鬍泡沫膏 怎樣 刮鬍藥褲 是 是 然後再噴 噴上雞肋或者是 殺紅巴士 這一個是 是 最誇張的 就是最頂級是玩到這樣 頂級 那你自己有被享受過這個待遇嗎 我只有被脫掉泳褲 然後拿紙箱 跑 裸奔這樣子而已 那真的還小事耶 真的還算小便 對 這樣順錢算 越紅的人越容易被這樣繩 對 以前是其實有些時候會被大家欺負 是大家是特別喜歡他的 對 嗯 我高中三年被阿魯巴阿了三年 沒有人想要知道你 沒有人也很好 除了遊戲之外啊 大家平常有做過最大膽的事情是什麼 我以前 難以想像的嗎 你以前搭在什麼樣子 其實以前是改裙子 然後 對 然後開 把襯衫拉出來 對 因為你以前參加熱舞社 對 然後我也是會去中間紀念堂跳舞 裸奔 沒有 沒有 然後拿那個 一群人拿那個 radio在捷運上面放 然後坐在地上的那一種 那一種 你以前熱舞社是跳哪一種舞 就HIP HOP LOCKING的 還記得嗎 甩個手 之類的 所以 是 是硬的 對 我不會 我不會 我只看到一堆肉是前面的 很難耶 所以你以前練到算是 裡面有厲害的嗎 算是就在學校表演 然後會一點點地板 BREAKING 真的 其實他現在一講 我覺得那個 應該可以感覺得出來 那個畫面蠻搭的 他雖然現在 因為穿著這樣 所以我們覺得他好像 有鑽胸 我以前是穿那種 男生的很大的褲子 然後穿男生四腳褲會露出來 垮褲 然後穿前面的 這是你嗎 這是你喔 你路還是很crazy的 哪一個 左邊 左邊就是你 對 這褲子也太垮了吧 超垮的 就板妹啊 沒有啊 以前他這樣子 我才不會拔這種的 沒有 人家也不要給你拔好不好 他意思是說 這就是 你是什麼時候才 突然決定走這個路線 大二 大學二年 是因為感情嗎 還是 也沒有 就突然不想穿了 然後那些衣服就變得 好像不知道該送誰 因為都男生最小號 有沒有 對 不知道該送誰 就一堆 這我們 你看到的照片就是 導演嗎 我是 右邊那個短頭髮 看起來 你叔叔喔 對啊 這什麼時候啊 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 都嘛 不剪頭髮 然後都是 隨便 這真的很像 我舅舅耶 對啊 我表哥 好像有長這種 所以你以前 是叛逆的人嗎 我以前 在老師面前 當然都是很 乖的人 就是洋鳳英文型的 然後私底下 廖伯亞那種 對 私底下是一個 廖伯亞這樣 真的喔 你還是廖伯亞 廖伯亞最討厭的耶 不過我是劇團的團長啊 可是我從來都沒有被罵過 別人都被罰跪啊 自賞巴掌 我 當然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我就是我們以前 最討厭的那種人 生存的 壞廚都是他在出 然後我們就跟著他 然後只有被罵 都是旁邊的人 就是打群這樣一堆人在那邊 他就躲在後面 呼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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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什麼後面對 那種 廖伯亞你這麼了解 你一定也是嘛 我 因為我們人身準則就是安全第一 然後接下來看的是 孝全的照片 這高中畢業 完全沒變耶 這也不容易耶 這高中畢業是多少年前的事 呃 十一年前 對啊 可是你比較憤怒一點 那個眼神有比較憤怒一點 對 但是基本上沒有什麼 創造的 不是我好奇是 這高中學校你就是從高中就開始帥的 然後那個電話號碼是怎麼會 有電話 把他抄下來 把他打掉 今天播出之後就一堆人打過去 對啊 但這高中學校你這種從高中就帥的 你一路上感情應該都是非常的 不需要搭訕女生 你覺得女生會自己貼上來 沒有 沒有 蛤 怎麼可能 你 覺得女生還是要自己追比較有感覺吧 對啊 還是會搭訕 我們來示範一下好了 今天萬一譬如說 假裝你在路上碰到了 像小米現在一個漂亮的女生 你像你這樣子的帥哥 你怎麼跟他搭訕 到底帥哥是用什麼方式搭訕的呢 現在就請張孝全來示範看看吧 對 很好 對 我知道你張孝全 你是貴人嗎 那我都可以的啦 讓不掉了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就這樣轉轉轉在上面 來 而長相平庸的路人 要如何搭訕呢 就請法媚高手納豆來示範吧 譬如說像我們這種 就是不是帥哥 我們這一種 然後又不這樣 對 通常我們走在路上是看不到的 因為你在我們的世界 不是 不是 我們就必須有很多招啊 比如說我們走路會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我好緊張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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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用過這一招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真的如果碰到路 真的一個很喜歡的女生 以前在補習班的時候 走道都特別小啊 所以在那邊跌倒真的超有用的 但是鳳小月聽說你以前跟人家就是 示愛的方式很特別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水果的人 所以我很喜歡分享我的水果給大家吃 這樣子 然後 你那天請我吃蘋果是 對 蛤 因為請問要吃蘋果 然後 你是會請所有的人 還是只請特定的對象 嗯 不一定了 因為每個人喜歡吃的水果不一樣 對不對 我還先調查 所以我會先挑水 出門前先 這個A要給他吃蘋果 可能有人喜歡吃蘋果 或者是有些人喜歡吃木瓜 蔬木瓜 蔬木瓜 蔬木瓜太奇怪了 怎麼吃啊 哇 你好用心喔 櫻桃啊 櫻桃啊 我覺得櫻桃有可能 櫻桃的直接櫻桃 而且櫻桃也有很多招可以用 你可以在那邊玩啊 可以打劫啊 可以兔子啊 你會用櫻桃玩出什麼把戲來 舌頭打劫 我不太會啦 不過他可能性很多 這是什麼的重點 然後 或是丟起來吃啊 什麼的 像泡河一樣 對不對 你挑一挑啊 這個爛啊 那我不要吃還演一下這樣子 然後看有沒有人在看 那你要不要吃 我真的還蠻愛演的 你已經有戲這麼多 沒有我覺得送 自己內心戲一大堆有沒有 對啊 可是送櫻桃是聰明的 因為櫻桃一盒裡面 有太多種可能性 那如果你送一顆鳳梨 那就沒有就一顆鳳梨了 那櫻桃搞不好有個好 有個壞 還有修理 對啊 你說櫻桃 你看這個的梗好長 送鳳梨之後你想得出來 可是在送鳳梨 師鳳梨也是一個 其實他心裡是一個很妙的人 他曾經有帶過流浪漢回家 如果是你 你會做這樣子 這個還蠻酷的 我有跟流浪漢聊過前 但是我沒有送 沒有辦法帶回家對不對 我那時候是在讀巨校 然後在巨校的就是流行的方式呢 就是你越奇怪 那你就就是會越流行 你越不奇怪的話 那你就是怪人 就是怪人 所以 所以原來你做這件事也是經過一番那個 因為我們就是會一堆人 就是在路上可能買完水果之後 買完櫻桃之後 然後會看到一些 我們坐在那個鎮上有一些 比較會時常出現流浪漢 然後你每次跟他打招呼啊 然後打招呼跟他越來越熟啊 然後可能冬天來了真的比較冷 然後你看他手指在那邊發抖 然後明明就是下午這樣子 然後你就說好那要不要 就是我家就在那邊 要不要來我家洗個澡 好酷喔 然後要不要我順便就是 煎點培根給你吃 然後就開始跟他聊一下天啊 然後因為好像有一陣子 那剛好那陣子 我們學校就是在 就是在演流浪漢這樣子 所以你就是剛好可以借詞 就是了解他的 他為什麼會變成流浪漢啊 他有跟你講嗎 他我們那天聊什麼 我們那天好像聊了一堆奇怪的宇宙觀 我剛剛說我高中碰到那一個 你知道我跟他聊什麼嗎 就是因為我就是 我是看到他在路邊也是在發抖 晚上的時候 然後我就去跑去那個麥當勞 買了一個熱巧克力給他 然後我就說這給你 然後他就 他一開始還不收喔 然後我還是跟他說 沒關係啊我想說天氣很冷 他說你幹嘛 我們沒有要跟你要東西 我說沒有啦 就是我想說天氣很冷 然後我剛好就是我買了兩杯 那一杯給你這樣 然後他就開始喝喝喝 然後就跟他說 我就發覺他在看一個很小的書 沒有誇張 就這麼小本 很小本這樣 很小本的書在那邊這樣翻啊 然後裡面 沒有字嗎 密密麻麻 看不懂 然後我就說 你在看什麼書 那你可以 他說沒有啊 你看不懂了啦 就自己在那邊翻 然後我說那你可以教我怎麼長高嗎 真的喔高中我這樣問他喔 那他說長高 應該是老下垂體的問題 他就這樣講 然後我想說真的 因為我們有學過嘛 老下垂體嘛 他就在那邊翻翻翻翻翻 然後就回去就跟我說 你回去 你就用你的手 按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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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想說 這是不是我好心有好抱 然後真的上天拍一個人來拯救我 然後我就回家 就一直這樣看 可是就沒有什麼用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妙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 你跟任何人講什麼事情 他都會回答你就對了 他會很認真的回答你 然後用他想的想法來幫助你這樣子 對 但我們接下來要聊到這個學生時代的一些判例事情 這個 群姊你 全時代有曾經被老師找麻煩過嗎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很喜歡 我很討厭上數學課 所以我每次都在數學課的時候 就在下面寫小說 我自己編故事 然後就是常常都還會被同學催說 快點快點 後面寫出來沒有 然後我就同學 其實寫到後來然後 其實老師都知道我在下面在幹嘛 後來有一天他就把我叫去 他說 你把你那些東西通通拿來給我 他說 蛤 什麼東西 裝傻有沒有 他說你寫 你每次在上課的時候寫的那些 因為我們導師剛好就是數學老師 然後我就知道把那些拿去給他 然後他就通通把我收起來 他說等到考完試之後再還給你 然後後來有一次他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聊一聊 居然用我裡面寫的東西來說 在跟我 所以他幫你小說看 對 然後我的心裡超不爽 想說 你收就收幹嘛還偷看我寫的東西 他沒有把你的那個小說拿去出版 然後用他的名字就不錯了 對 就是我被找過的麻煩 其實我那個很奇怪 因為我國中三年到高中三年 有六年我都被球隊控管 對 因為就是我打球打壘球 所以我們都跟著 所以教練就變我們另外一個父親一樣 所以那六年就很慘 我都沒有做過任何誇張的事情 就翹克啦或者是說髒話 或者是跑去脫看你都沒有 所以當我到了國體的時候 就整個就發狂 我進國體的第一個目的地 跟第一個志願就是 我要跳課 我怎麼用到什麼 就是想要嘗試跳課 對 要跳課 然後所以我從第一天開始我就跳課了 就第一天我記得是音樂課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一進國體我就開始買一台摩托這樣子 然後大家在上音樂課的時候 我就騎摩托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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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出去 然後我的同學就看著我說 嗯 這個好像先生確定有看到 可是他在學姐嗎 他們這一堂沒有課 我們在上課耶 然後我上到一個學姐快結束 很多同學不認識我 他不確定我是不是他們那一班的 因為我不常去上課 然後那時候比較誇張一件事就是 我的國文課是早上一二節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是運動人 所以我們每天五點半起床 六點晨超 然後晨超到七點半之後 八點進教室上課 所以有時候都好累了 所以我那時候進教室的時候 我們第一堂課就是 前面兩個是國文課 那國文課其實就很無聊 因為國文課就是不對 在唸很多文言文嘛 所以我就發現我國文老師 是不點名的 我覺得太好了 一定翹 不點名 一定翹啊 你還不翹 所以我就整個學期結束之後 快要到學期末的時候 國文課我沒有去上過 可是有一天 因為我要去找我們語球老師 就是討論一些我那個補課的事情 就我語球老師在跟國老師講話 然後我就走過去的時候想說 雖然我們國文老師應該不認識 因為他從來沒有看過我 就是我去然後跟老師講話之後 那個語球老師就說 某某國文老師 然後這是誰是誰 然後國文老師就說 我知道他 他就是哪一班 然後坐在第幾個位子的 我就整個 我就挫到你知道嗎 因為他真的記得我 而且他只看過我一次在班上 我再沒有出現過了 就想完蛋要學基末怎麼辦 然後那時候我就趕快去 找我學長上了這件事情 那學長就說我跟你講很簡單 那個老師很喜歡喝酒 你就去陪他喝酒就好了 就我就然後那天我們聚會的時候 我們就去然後 我從頭到尾頭沒有抬起來過 因為我一直拿著一個小杯子 然後那個我們喝高粱 然後從頭到尾都一直 你知道那個舉案奇美喔 從頭到尾都一直跟他乾杯乾杯乾杯 對 所以我的國文是那個 喝高粱酒pass過的 跳課好像很多人都會做的事 就學生時代 你們有的沒跳過課的 可以舉個手看一下嗎 對啊 因為連導演都會跳課跑去看 就是 A片 啊 高中的時候啊 就是 那都 那個 MTV裡面都有播A片 然後大家就 提早下課去觀摩這樣 對啊 高中一定要看A片啊 不然要看什麼 而且A片還是錄影帶自己可以倒帶 然後可以看五分鐘之內 十分鐘之內 不滿意可以退 可是 我覺得一堆男生一起看 這個其實有點奇怪 蛤 你們是一堆男生一起看嗎 是 可是很多男生喜歡到一起看 你不會嗎 但是那個東西太珍貴了 在那個時代 可是你知道我以前曾經 在MTV打過工啊 我知道一件事情很可怕 就是如果你是一對情侶啊 進房間十分鐘後 其實公 就是那些服務生什麼的 都會跑去偷看 真的假的 哪邊可以看 就是他們不是都會有一個小窗戶嗎 對 小窗戶就可以看你們在幹嘛 因為大部分情侶進去之後 十分鐘大概就沒有人在看片子 對啊 不是 可是那些情侶也太弱了吧 我們先 那個情侶進去 就先封那個小玻璃啊 嗯 然後可是他們也有 就算是這樣也有別的地方可以看 什麼 但好像只要知道 你把那個窗子 用衣服擋下來 就蓋起來 服務生本來會去敲門 對 對 你要自己在裝鎖啦 然後還有 還有的人很壞就是 真的 然後還有這個 服務生就很壞 知道你們在 已經在幹嘛 就是假裝敲門有沒有 對 然後就一團混亂這樣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錢也不夠嘛 大概有人去的地方就有限 對 寫情書在全校面前告白 張孝全臭丟臉 還戀愛還要叫別媽洗 OK 我那個時候是叫我姐姐 嗯 對 那 真的還蠻丟臉的 那那個時候我其實我非常相信我姐 所以我並沒有去看那個服務生 他喜歡你的服務生 我就發現他們 全班的主持人都盯著我笑 然後連老師也盯著我笑 然後把我的信 就是拿出來 然後開始唸 好醜喔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好可怕 因為大家路上 應該對感情路上都算是有點豐富的 大家先寫一下好了 初戀是幾歲 好嗎 宣姐你初戀 17 17 17吧 17 好穩喔 天啊 這樣算完 對啊 我小六 因為我 我們都算跟以前 但是Puppy道也不一樣 可是我們那時候真的很單純的那種 純純的愛 對啊 就是放學一起走路 然後就這樣就覺得是難的 有簽到小手說嗎 好了好了 偶爾啦 簽一下 然後就覺得 哇 好緊張我這樣 對啊 其實很美 好 大家應該寫好了 來 翻開你們的檔 11年妳回去妳騙誰 61歲 我要繼續要講 因為我就說我一直被控管 然後到其實我到國體之後 我到國體的最後一年 我才開始談戀愛 聽到說差這個年紀了 20 21差不多 13 14 15 16 大家都好早熟喔 16 19 20 所以 欸 裡面最早的是 欸 鳳小玥妳14歲 校全13 校全13 國一的時候 差不多 而且她已經 她以前還就是 談戀愛還要叫別人媽寫情書 對 我那個時候是叫我姐姐 對 那真的還滿丟臉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我不會寫情書 就是不知道要怎麼寫 然後我還滿喜歡一個女孩子 然後好像是在 校外教學的前一天 就是我們這整個年級 要去某個地方 我其實已經忘記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那天我要給她一封情書 然後因為我姐姐 她年紀大我一些 那她也比較有經驗一點 那所以我就請她幫我寫一封情書 那那個時候我其實我非常相信我姐 所以我並沒有去看那封信 她喜歡妳看那封信 太懶了吧 她懶那不是相信 好吧 可能都是 然後我完全沒看 只想等收穫我在家 對 然後我就拿了情書 然後隔天就很緊張 一早 然後在那個集合上巴士的時候 我就叫那個女生說 欸 欸 某某某 然後這個給 然後她就上車了 然後一到目的地之後 就是一般一般下車 我就發現她們全班的女生 都在盯著我笑 然後連老師也盯著我笑 然後最後她們班 她們班的老師就帶隊 然後就過來 然後把我的信 就是拿出來 然後開始唸 好糗喔 天啊 然後也不知道那些 其實那些真的都還好 我那個時候會覺得 欸 剛好那就是幫我唸給她 告白 對啊 對 但是唸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 拜託不要唸好不好 為什麼 就很噁心啊 你姐寫得太過頭了 就很噁 而且很老套的那一種 好老派的喔 對 這是屬名 你還記不記得有講的是什麼 最印象深刻的哪一段話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署名啊 署名 最後就不是寫什麼 張孝全或是什麼 就是 我真的還蠻噁的 我真的不想講 講一下啦 快點啦 講一下啦 最後面她講的是說 最後是什麼什麼 上嘛 對不對 對 就是癡情 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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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收到這種線 我就覺得夠了 你根本不認識我 你吃什麼錢 而且我會覺得是哪個阿伯 哪個孝工什麼 但是後來那個女生有開心嗎 就她就覺得很好笑 那後來就也沒有怎麼樣 就只是朋友 沒有真的發展起來就對了 對 你也不好意思 就真的很丟臉 對啊 我覺得如果說 有了這一封信應該也不想跟她交往 有講那個情書界的最厲害的 那就是納豆 什麼 你不是也很會寫 沒有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追女生都是用寫情書的 因為我們比較 怎麼講 因為寫情書有想像力 可以想像力很高 不是 不是想像 我不是交比喻 我是寫情書 因為我很會寫 我真的 我以前高中就是 像一般人週記不是寫兩面嗎 我週記會寫到十幾面這樣 無聊 就是我寫很長 給老師看這樣子 然後就 所以我很喜歡讀書 很喜歡寫情書 然後我就寫寫很長 可是那個結果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給你情書之後 然後第二天那女生就回我嘛 然後後來我再給她再回 這次過程中她越來越喜歡我 可是每次只要出去一次 她就對我扣很多的分 因為 因為落差太大 真的是我們在一起 可能都沒有人久就分手 結果我就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她說她跟我分手 她說沒有啊 因為我喜歡的是 就是寫情書的那個你 不是真正相處起來的 因為相處的時候 你會很緊張 你會希望對方一直笑 你會覺得笑好像真的才正常 就是搞笑啊搞怪啊 可是誰殊不知她 其實喜歡寫情書的那個 最...怎麼講 安靜的 安靜的 或是說最比較有一點害羞的 內心的 內心的 對啊所以寫情書對我講是陰影 後來我就覺得這招 對我來講不太敢再用 對還是跌倒好了 還是跌倒 好 再簡單一點 那請問你們裡面有人喔 在全校面前進行告白 是誰 是我啦 這麼嗨 好... 很厲害耶 好棒喔 是嗎 這個不是大家都應該做過的事嗎 全校面前沒有 全校面前沒有 沒有這個還蠻... 還蠻厲害的 什麼情況 那天...那天是萬聖節 蛤 對不是情人節這樣 為什麼是萬聖節 怎麼會跳萬聖節啊 就反正就... 我們學校辦了一個萬聖節派對這樣 然後... 就我自己也辦了一個殭屍這樣子 然後... 那天就是有一些 十六...十六七歲的一些 憤怒在...在...在心裡面 也不知道怎麼...也不知道怎麼釋放 然後其實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喜歡...喜歡人的感覺 就是... 我不知道...也不能說比較自私 可是他是比較... 比較有一股衝勁的 就是比較...怎麼講 其實那時候的告白是比較暴力式 就是我單向我喜歡你就要說 就是我幹出去就對了 然後也不知道會成功還是失敗 然後失敗跟成功好像不是那麼的重要 是... 至少我釋放出表達我的心意 對... 然後...在全校面前... 好像...就是... 甚至還有...就是... 呈現出我的心意 好像這樣子就夠了 然後那天晚上就是... 就是萬聖節嘛 然後派對已經要結束了 然後我就覺得... 很不對 因為我沒有計畫這件事情 然後就台上還有樂團的表演啊 然後我就...就突然就... 就是... 正要離開禮堂的時候 因為派對在禮堂 就突然轉身回去 然後就衝到... 就是從禮堂門口一直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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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到那個... 舞台上去 然後把還在唱歌的樂團 就這樣停... 聽聽... 好電影喔 對... 聽...因為剛才也是我學弟啦 所以OK 你是因為看錯是他的學弟吧 然後就反正就拿... 拿了麥克風 然後開始... 莫名其妙... 王力宏的歌就開始播了 然後我就... 好...那... 就開始... 然後就開始告白這樣 講什麼啊 大概...大概內容是什麼 我也忘了... 那時候腦筋就是一片空白 反正就是... 但是你有叫住說 某某某你站住 然後我講這一些話 對對對... 就特寫都有這樣 他... 那是我面子就那樣 然後... 觀眾反應啊 然後什麼請... 跟我交往這一類的嗎 對 好像就是說... 其實好像就是說出 我很喜歡你這樣子 然後喜歡你很久了 然後... 最後好像... 好像也沒有總說出 請你跟我交往 但是你說的這些下面的反應 一定是... 這樣子 對啊然後半天女生開始哭啊 然後... 很多女生感動 然後那個女生也開始哭啊 可是好像是被嚇到了 那其他女生哭是為什麼的 就說好啊... 你死會了這樣子 之類的... 對... 然後學姐也是都啊... 祝福你們啊... 然後什麼的... 真的還不錯 大鬥初戀行為太幼稚 就是陳孝瑄翻臉啦 像那時候我在班上做到35號啊 然後我喜歡女生是11號 我只要剛好看表11點35 我都... 那舒豪呢 你是用什麼方式在告白 或是怎麼樣追求女生 可以 就那時候我是讀中正國中啊 中正紀念堂旁邊那個 然後男女分班嘛 就是... 男生... 男生全部都在這一棟 然後女生都在對面 然後所以你船只要過去的時候 全部的女生都看到 然後大家就開始... 傳閱 那所以全校大概都知道 哪個男生喜歡哪個女生這樣 嗯... 所以就是你要臉皮夠厚 只有那時候到國二才教啊 因為國一的時候太可怕啊 結果就知道這種風氣 所以就覺得很丟臉 那你那個時候有沒有 曾經一種感覺就是 像那時候我在班上做到35號啊 然後我喜歡女生是11號 我只要剛好看表11點35 我都... 這...你太誇張了吧 你會...你就覺得就怎麼那麼... 你會...就覺得 哇這兩個數字怎麼會中在一起 怎麼會我剛好看到 如果... 那有人班一個女生是11號 就是比較醜的 你會... 7點30... 我真的會 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子啊 那怎麼可以 自己來丟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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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 我以前喜歡的是13號 然後我31號 然後只要比如說13點31分 就會... 很高興 你覺得這兩個數字怎麼碰在一起 你都沒有這樣過嗎 我們都自己就聰明了 但是我這邊要再問一下啦 像... 像小美啊或是軒姐 你們這種都是美女級的 以前有沒有曾經接受過什麼樣 到你到現在還有印象深刻的 告白或是追求 順便讓我們男生學一下 小美有嗎 好像...好像那些放紙條 或是放巧克力都還好 對 這種多而反而還好 就我其實還滿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個喜歡我的男生 當然那時候我也有點喜歡他 然後... 他會寫一本 就譬如說... 他就寫一個密碼 per就寫一個密碼 所以... 所有的... 都是用密碼 密碼 對... 然後都是一個符號 然後他寫情書給你的時候 都是用那些符號寫的 所以... 你只有你的那本密... 密碼基因才看得懂 但是你對他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不然你覺得幹嘛 我幹嘛看密碼 對啊 我也喜歡他 所以兩個人 就透過那個寫信就是 還滿有清調 那丁銘你有碰過什麼樣 特殊的追求 或是你自己跟人家追求的經驗嗎 什麼樣的經驗 因為我... 我真的就是到了... 就是到了... 國外會比較大膽一點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 我還滿喜歡我們來... 但是我們... 有段時間我們都在拍 一些潛水的節目 然後... 我們那次到澳洲去 然後就是他們當地 以前的一個攝影助理 一個白人 因為那段時間我在學紅拳 我對武術那段時間有點著迷這樣子 HELLO BABY HELLO BABY HELLO BABY 我剛剛在講 我沒有學一個小派書嗎 HELLO BABY HELLO BABY 好可愛喔 謝謝 HELLO BA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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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把他抱過來 然後那時候就... 我就... 就在男生面前就秀一套紅拳子 那男生就... 你好厲害 然後他說... 但是我也會 我想說... 最好會打那個中國拳這樣 結果他就真的 在我面前打了一套武術 我看著傻眼 我說你怎麼會 他說... 因為我很喜歡香港的那個動作片 所以我很喜歡豬排看 然後豬排看的時候我就會定格 把他們每一套動作都把它COPP下來 自學的喔 自學...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個男生啊 然後就... 那時候我們... 我覺得我都一直會在很多小地方 就跟他暗示 像有一天我們早上去拍高空彈跳 然後他們排跳之前 我就跟他... 我就走完排跟他講說 我昨天夢到你喔 哇... 他整個臉馬上紅起來 對... 他怎麼被我嚇到這樣子 然後... 所以那時候我就計畫說不行 就是... 我回台灣之前我至少一定要... 你知道嗎 達正成功 一定要做什麼 你知道嗎 然後那天我們就... 然後我們要回台灣之前有一個... 他們要辦一個派對給我們 然後那天我就想... 因為那天我們去... 我們那次去澳洲的時候很冷 所有衣服都是高靈到不幸的這樣 然後我完全沒有任何性感的衣服 我只有一件毛衣 它原本是圓靈的 我把它拉到變平靜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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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靈靈 拉到靈靈 那個... 那個症... 那個痕跡這樣 結果那天我就很早就化妝好 就在Lobby等他這樣 然後等著等 然後就... 大家一個一個進來 我就很...很興奮回頭 然後一直想到什麼時候 來... 歸我真的看到他走進來 然後也是穿得... 很鼻挺很好看的 一套那個衣服這樣子 結果走進來之後 我看到他之後 他走過眼前的時候 他有女朋友跟著他... 悲傷的故事 也要是... 那天我就是一個爛罪 因為我覺得其實每個人 其實以前年輕的時候 或是其實任何時候 可能都有叛逆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 珍惜這些時候 然後... 現在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把他拿出來想一想的時候 其實都還蠻... 很甜蜜的 對... 甚至會後悔說 以前好像不夠叛逆 那如果以前不夠叛逆 從現在開始多叛逆一點吧 對啊... 到時候從今天來看一下 女朋友男朋友